记忆高超的猎人 从前,有个年轻的修索匠 他对父亲说,他要离开家,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一番,寻找他的幸福 他的父亲非常地赞同他的想法,给了他一些旅费 于是,他走遍各处,四处寻找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决定不想再修索了 因为他对狩猎赶上了兴趣 一次,他遇到了一个猎人 猎人答应收他为徒弟 年轻人苦练多年学成以后 他的师父把一支气枪赠给了他,作为礼物 用这支枪,他可以任何时候都百发百中 年轻人,年轻人带着枪,开始了自己的狩猎生涯 他到了一座无边无际的森林 晚上,为了防止野兽的袭击,他爬上了一棵高树 到了午夜,他发现远处有一点亮光在闪烁 他就从树上下来,朝那亮光走去 当靠近的时候,年轻的猎人 看见了三个巨人围着一堆很大的篝火 火上架着铁叉 他们正在烤一只肥牛 一个巨人说 我先尝尝这牛肉熟了没有 说完,撕了一块,就要往嘴里塞 猎人一枪就把肉从他手里打掉了 巨人说 好大的风呀,把肉从我手中给挖掉了 说完,他又拿了一块牛肉准备咬 猎人又打了一枪给射飞掉了 这个巨人以为是他的同伴在和他开玩笑 不禁地恼羞成怒 回手给了旁边的另一个巨人一戒耳光 他的同伴呢,竭力地争辩说 不是他打掉的 巨人又拿起一块牛肉 猎人又是一枪 把牛肉啊,从他的手中给射飞了 巨人知道 旁边一定有个神枪手 就大声地叫道 神枪手 出来吧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如果你不出来 我们可就要动武了 那你就死定了 听到这话 年轻的猎人走了出来 做了自我介绍 三个巨人要求猎人加入他们一伙 并告诉猎人 林子外边有一个王国 王国 王国里住着一位美丽的公主 他们非常想把公主抢出来 但公主住的地方有只小狗 只要有人走近他 他就叫 他一叫 王宫里的所有人就都会醒来 所以没有人能靠近公主 猎人就说了 没问题 对我来说这是小事一桌嘛 吃完了肉 猎人就和三个巨人一起朝林子外的王国走去 快靠近公主住的地方了 那条小狗跑过来 他刚要叫的时候 猎人举起枪就把他给射死了 猎人希望自己首先将情况了解清楚 叫三个巨人守在外面 没有他的信号 不要轻举妄动 猎人走进城堡 发现里面静悄悄的毫无声响 大家都在梦想中 他打开第一间屋的门 墙上挂着一把纯银锻造的剑 上面相刻着一颗金星和国王的名字 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有一封密封着的信 信里写着 无论是谁得到这把宝剑 用它就能够杀死所有的敌人 猎人从墙上摘下剑来 挂在自己的腰上 继续往前走 他走进了公主的卧室 他正在里面睡觉呢 那美如天心的身姿 不由地使猎人停住了脚步 猎人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公主 心里暗暗地想 我不能把如此天真无辜的公主 交给野蛮的巨人 他又看了看四周 发现公主的床底下有一双拖鞋 右边那只上面 绣着国王的名字和一颗星 左边那只上面 绣着公主的名字和一颗星 公主围着一条真丝大围巾 上面用金线绣着花 右边是国王的名字 左边是公主的名字 猎人拿起一把剪刀 剪下公主围着的大围巾的右边 一块儿放进了他的背包中 又拿起绣着国王名字的那只拖鞋 放进了背包中 猎人又从公主穿着的睡衣上 剪下一块儿 然后轻手轻脚地离开了 猎人来到了城墙上 说公主已经被他控制了 叫守候在外面的巨人 从城门里钻进来 巨人们高兴极了 第一个巨人立即蹲了下去 把脑袋伸进了城门 猎人一把把他的脑袋给揪住 然后又拿把锋利的宝剑给砍了下来 又将巨人的身子拉了进去 随后 随后 猎人就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其他的两个巨人 并把三个巨人的舌头割下来 装进了背包里 做完这一切后 猎人就想回家看看父亲 然后就走遍世界 当国王醒来的时候 发现了公主住的地方 有三具巨人的尸体 他就到公主的卧室 唤醒了他 问公主是谁把巨人杀死的 公主说 他一直在睡觉 也不知道是谁杀死巨人的 当公主起床 咬穿拖鞋的时候 发现有只拖鞋不见了 并且围巾被剪去了右边的一角 睡衣也被剪去一块 国王下令 全体王宫的人员 士兵和所有在场的人集合 问是谁救了他的女儿 并杀死了巨人 这时站出一名宫廷侍卫队长 他是一个瞎了一只眼睛 而且相貌其丑的人 他说是他干的 国王听后 非常的高兴 认为队长立下了大功 想把公主嫁给队长 但公主死活不愿意 国王发火了 说如果公主不愿意下嫁队长 那么他就得离开王宫去当个农民 找一个陶匠 帮那陶匠卖陶器 公主就脱下了身上华丽的衣服 找到那个陶匠 帮陶匠卖起了陶器 当公主在街上摆好摊时 国王就下令一些人 驾着马车将公主的淘气压成碎片 国王以为这样就可以强迫公主 嫁给队长 不料公主还是说 他宁愿远走他乡 也不答应嫁给那队长 国王就说了 好吧 我答应你的请求 我在森林里给你盖一个小棚子 你得在那里待一辈子 并且为每个人做饭 但是你不许收取任何人的钱 公主在那个小棚子里住了很长的时间 她做饭不要钱的消息 传出了很远很远 消息也传到了那个年轻的猎人耳中 她想 咦 有这等好事 这倒挺适合我的 于是呀 她扛着气签和背包 里面仍装着 她从王宫中拿走的所有物证 找到了那座小棚子 她被公主迷住了 因为虽然公主身上穿着平民衣服 但都掩饰不住她如花似玉的容颜 公主看到猎人身上的宝剑 就问猎人是从哪里搞到宝剑的 因为她父亲的名字相刻在上面 猎人知道 眼前的这个姑娘 原来就是公主了 她说 啊 我用这把宝剑 砍下了三个巨人的头 然后 从背包里 取出巨人的舌头已是证明 接着 猎人又让公主看拖鞋 围巾的一角和一片睡衣 见到这些 公主欣喜万分 原来 这个猎人就是她的救命恩人呢 公主带着猎人 一同去见国王 告诉国王 这个猎人就是把她从巨人手中救出来的人 国王见到了所有的物证 心里已经不再怀疑了 并且表示猎人应该娶公主为妻 公主打心眼里乐意 她把猎人 专办成一个外国阔佬 国王命令 设宴款待 他们在餐桌旁落座 那个宫廷侍卫队长 坐在公主的左边 猎人坐在右边 吃完饭后 国王问队长 有人说他杀死了三个巨人 但我们当时看到巨人没有舌头 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队长就回答了 也许哪些巨人根本就没长舌头 国王反驳队长道 不对 每种动物都有舌头 国王接着又问队长了 对撒谎的人该如何处置呢 队长就回答了 哈 应该算是万段的 于是国王立即起身 宣布了对队长的判决 队长被投入了监狱 后来又被分成了四块 那个猎人娶了公主 国王去世后 猎人就继承了王位 最后来放入了三个钳匙 类似的独播 这次负草 可以放入了三个钳匙 好看 如果您看完 对 好看 你不可能